中国的房地产风暴 恒大集团在两年前其实已经陷入了债务迷闹 在这个星期四 它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它旗下有两只在香港上市 而且还在交易的子公司股票 周五应声下跌 而且重挫的幅度超过一成 房市另外一个龙头碧桂园 还有国有的房企叫远洋集团 都接连传出了债务违约 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值集团 资金也出了问题 有意重组债务甚至不排除破产 旗下的中融信托公司 更遭遇投资人示威要钱 这一连串的暴雷 分析指出中国房市的症结在于现金流 如果消费紧缩 房子卖不出去 这个现象持续的话 恶循环会有越来越多的房地产集团倒下 连日来中国多个龙头企业接连暴雷 不仅房地产巨头碧桂园 爆出债务危机 国有房企远洋集团也出现债务违约 连央期背景的老牌信托公司 中融国际信托 都出现高达1.54兆元台币的信托产品 暂停兑付 数十名投资人聚集在中融信托 北京总部大楼外示威 要拿回自己投资的钱 现场看到大批警力戒备 与示威群众互相对峙 就在市场交投烂额之际 两年多前已经出现债务违约 至去年底负债总额超过 3350亿美元 约10.6兆元台币 早就资不抵债的中国恒大集团 再度投下震撼弹 在香港停牌17个月的内房商 中国恒大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恒大周四向美国纽约法院 递交申请 希望获得破产保护 以确保自家在美国资产 可以暂时免遭债权人的扣押 与清算 恒大是在今年上半年 对总额约320亿美元的境外债券 公布债务重组计划 但是由于恒大上个月 在港交所补发的2021与2022年财报 显示公司两年大幅亏损810亿美元 也就是2.5兆元台币 数字打破香港上市公司的记录 这让投资者与债权人 对恒大自己提出的债务重组计划 缺乏信心 影响债务协商进程 而协商一旦破局 债权人就可能向美国法院 申请冻结恒大资产 并且清算偿债 为了避免最坏情况到来 恒大与旗下两家子公司 主动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而恒大旗下在香港交易所 正常交易的恒大物业 与恒大汽车两只股票 周五已经应声下跌超过一成 另外16号有网传消息说 恒大部分高管年薪过千万 以恒大集团前总裁夏海军为例 2022年薪资为2123万元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来 恒大上个月补发的财报中 高层管理者年薪疑似过高 引发外界批评 虽然相关薪资主要来自 目前无法兑现的齐全收入 但若恒大成功重组债务 返回经营常轨就有望兑现 此外财报中更罕见的把 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妻子 丁玉梅定义为独立于 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而不像以往被列为许家印的配偶 引发外界质疑 恒大高层试图借技术性离婚 来避免丁玉梅名下资产被迫吐出来还债 16号晚上 恒大地产在深交所发布公告称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规 违法违规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连番负面消息也反映出 当前中国房市的悲观气氛 正持续增温 尤其当过去都属于中国房地产企业 资优深的碧桂园 都出现债券停牌 甚至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终止企业集团 也因为大量资金被卡在房地产而出现债务危机 停止对付理财产品 公司已经向投资者表明准备进行债务重组 甚至不排除破产 分析认为只要房地产商 房子卖不掉钱进不来的现金流问题无法解决 那接下来还可能继续看到其他房地产商倒下 而且房地产企业挤不来 造成的经济负面效应 还可能扩及到其他领域 包括地方政府难以再从土地开发 取得财富 来改善地方的财政与巨额债务情况 银行的坏账也可能更多 香港股市受到大陆房地产连番爆雷影响 从上周五到今天持续下跌 难见起色 人民币汇率也持续走弱 甚至创下7.34对1美元的9个月新低点 曾经带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房地产 未来是否会成为经济风暴的起点 各界都在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